今天有一份最新出炉的民调 我们看到的是赖清德 柯文哲 侯友宜 其实赖清德呢36.5% 他几乎是原地踏步子 微微增加了0.7% 这个就是他的天花板的吗 我们再来看看侯友宜 侯友宜为了抢攻年轻选票 昨天直接来到了台大 跟台大学生有约 在这个地方呢 跟这个他不一样哦 他不太绕了 直接跟你直球对决 就说直球变多了 甚至他还用年轻人的语言 他用灌篮高手安息教练的话说 虽然我现在状况是民调第三 但我不会放弃 我会努力 现在放弃比赛就结束了 好 我没有来看到的是 昨天在台大这一场 火药位其实是相对很高的 居然谈着谈着有学生呢 他不爽说 居然我举手举这么多次 你都没有点我 没有让我提问 就开始 开始去干扰侯友宜讲话 没想到 当他去干扰侯友宜讲话的时候 旁边的其他台大学生又围上去 大家围攻这一个干扰的学生 哇 现场火药味很浓 这一幕呢 让绿云又捡到枪了 又酸说 哎呦 不敢点别人是不是 埋暗庄是不是 怕了是不是 但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大家 绿云真的要回过头来 好好专注自己 因为你该担心的是赖清德 为什么这么讲 跟年轻人友宜 这是台大 更前一场是政大 你来看到 政大上传的影片 每一个人都去讲过 每一个人都上传 结果呢 柯文哲87万次点阅 侯友宜14万次点阅 赖清德呢 远远落在后面 2.6万次 我就问了 今天绿粉为什么被人家拴说 你有时间去打阵敌 怎么没时间多点一下 你们赖清德的影片 该抢救的是 这个跟年轻人连接的地方 所以急咯 社群初心招 借问赖达 所以急咯 现在有一个所谓的 抢救赖清德流量的 叫战守则 来 董哥来告诉我们 赖清德的危机在哪里 开始隐隐出现了嘛 赖清德就是 给人家一个古板没有变化 所以他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 过去年轻人都挺民一朗 现在 年轻人都弃民一朗而弃 那我们看 台湾民主基金 这个做的这个 因为他是长期在做 尤英龙教授是长期在做 所以他做的这个比较符合 现在的情况 36 29 20 就是他们三个的比例 那为什么呢 因为侯友宜最近因为一个假的 未要案 乌龙案把他打 让他 很多人觉得说 你的处理能力是不是有问题 那这一次的民调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是 我们如果再继续做民调 下去的话 他的顺序意识还不会改变 还是赖清德第一 侯友宜第二 或者那个 侯友宜第三 那他跟 就是 不会让赖清德变第二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台湾 这几人 民调在 假民调 在 里面扮演很大的角色 这种假民调就是 民进党的支持者 高度去参与 然后去改变 真正社会上实际的情况 好 后期怎么看 其实最近几个民调 大概都比较关注的是 侯友宜跟柯文哲 因为我们大家觉得 票比较会流通嘛 那大概 最近三个民调 大概都将近在10%左右 这个是9% 9点多嘛 三个大家 侯友宜大概都落后 柯文哲将近10%左右 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啦 讲一实在话 你说他昨天去台大的状况 当然民进党还是在算 但是其实比政党好非常多 比政党好非常多 算是稳住 当然但是你是 毕竟是补考 你比他晚那么多去 所以你要得很多分也不容易 但看起来就是 就是有认真啦 你像政大那次 就是让他觉得 你以后已经没准备嘛 对不对 或者说你准备得不好 但是这一次就有 那我觉得民调 跌到这个状况来讲的话 对他来讲 当然是危机 但是好处是什么 比如说我这样讲 罗瑞强那时候出来喊 政党轮廉大联盟 就变国民党K一顿 对不对 突然之间那个 要换锅的声音就变小了嘛 那你跌成这样之后 会有个状况就是说 第一个你团队就要撒起来嘛 就像台大这一次 他感觉都有撒起来 之前的团队国民党 怎么K都K不动 怎么讲都讲不动嘛 阿苏你现在变第三名 你还在那边躺着吗 不可能嘛 所以就开始 再一个 国民党内部各方的力量 比较好介入 而且有些压力就会来 大家会变成说 你不能够第三名 因为第三名国民党会出事情 所以包括比如说 之前的时候大家在讲说 你为什么不去看韩国瑜 你现在告诉我韩国瑜 还可以在外面亮多久 人家民调掉成这样了 你还要自身事外 你一定会出事情 所以说这样的状况 就对国民党来讲 他会比较好团结 但是你韩国瑜自己本身 能不能做出大转变 让他自己去超过柯文哲 那个还是要看他心态 跟团队的组成 所以说到底 两个字团结 对没错 昨天在韩国瑜这场 这个台大的座谈会 我觉得应该有及格 坦白讲 至少比这个政大好很多 而且他又引述 灌人高手的经典名句 这个现在放弃比赛就结束了 但我觉得韩国瑜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湘北队 怎么讲 你今天可能 你是安息教练 你要找刘川峰来 你要找一木花道来 甚至你要找赤木琴子 对不对 像采薇这样 漂亮亮当啦啦队 这样子 我们一起帮湘北队加油 这样是OK的 所以现在侯友宜 最重要的是要稳定军心 不要让军心溃散 所以你要把各路人 有长处了 把他安排进来 你队伍采薇 湘北队才能打全国冠军 不然你连全国大赛都打不进去了 你在现大赛就输了 所以侯友宜现在最大的目标 就是要赶快团结内部 整个那步稳定军心 台湾怎么会 赤营的空战 怎么会 出乎大家的想象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 以前民进党的那一些网军测译 都是蔡英文的 他跟蔡英文 两个人就死对头 所以说到底 现在民进党蔡英文那些网军测译 为什么会帮赖清德呢 就不可能 所以从这2.6万 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了 而且之后也不会好啦 第一个是网军测译 就不帮赖清德嘛 第二个就是赖清德 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人格特质 真的很没有魅力 而且我觉得他自己知道 他很没有魅力 所以俊阳哥你记不记得 你多久没看到赖清德了 就少一个礼拜了耶 他都没有出来耶 他不知道在哪边 没有出来接受媒体的访问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公开行程 这个就是赖清德为什么他空战 我觉得他现在不好之后 也打不起来的一个 那回过头再来讲说 昨天的那个台大的演讲 绿营就说什么 埋暗装什么等等的 我真的觉得指控要基于事实啊 给大家看 就是第一轮到第五轮 来这个 可以拉近一点点看 第一轮到第五轮 每一轮都有一位是台大学生 每一轮都有一位是台大学生 那为什么大家会说啦 那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台大学生 因为是昨天那一场 他是开放给所有的学生 都可以去参加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这个学生 他的问题会比较多元的一个关系 那其实昨天我们从侯市长表现来看 真的跟政大 他是进步非常非常的多的 那最关键在于 不只就是说他真的很积极的在准备啦 其实大家的重点 我觉得要放在一个 他明明知道这些学生 不会对他很有善 但是他还是很愿意去接受挑战 整个缺电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但台电绝口不提 整个用电电力的缺口到底多大 但却悄悄推出了电力快打部队 再生能源不给力 只好重压天然气 我们就问 今年夏天的能源到底有多紧缺呢 你说电不够怎么办光电拼刺刀啊 结果赖清德本命区却因此着火了 台南居然传出了有上千个光电厂这么多 上面的重电 地底下给我埋进了寒毒的废弃物 台南市议员丢出了这颗震撼弹 背后藏着怎么样的神鬼交锋啊 昨天那个侯友宜有到台大去进行补考 就是跟台大学开始座谈会 其实呢整体看起来表现的确是比商场在政大的时候来得优秀 怎么说呢 他开门见山就直接引用这个日本动画灌篮高手的经典名句 安息教练曾经说现在放弃了 那比赛就结束了 因为最近大家可以看到 侯友宜在民调上呈现老三的一个态势 所以侯友宜刻意的在座谈会上抛出这句话 要跟学生信心砍话之外呢 也要向党内的同志们信心砍话 说我们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大家不要放弃 应该全力以赴才对 现在就有人引述说 中国古代有故事 叫做这个昆阳之战 怎么说 大家也记得在新潮的时候吗 在新潮的时候有一个战教教刘秀 他为了要推翻这个王莽政权 他以少极多 去颠覆了这个王莽 击溃了这个百万大军 当时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像侯友宜面临的是一个围城之战 围城之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四面都是敌人 你完全脱困不了 所以希望用这个故事来激励侯友宜 你现在民调帝没有关系 但是你团结内心 你就可以反败为胜 所以侯友宜 现在看起来算民调第三名 但是呢 只要团结兰赢 其实还有 选举还有六个月还是有机会 那要怎么样团结兰赢呢 他把目标放到了能源政策上面 所以侯友宜的昆阳之战 他的最新战场 直接剑指绿营的软乐 就是能源这一题 对 昨天侯友宜在台大的座谈会上 直接开门建设案就抛出说 现在呢 要解决缺电 就是把核二跟核三研溢 哇 词话一书 大家引发轰动 就说侯友宜是不是接受核电了 其实因为侯友宜过去到台南去 他也看到说 台南发了很多光电的情况 他也发现说 怎么台南的渔温 好像几乎都在养光电 那造成说渔民在捕获的时候 这个渔获好像不如一席 就会造成这个渔价上涨 所以是环环相够的情况 而且这句话也呼吟到谁 呼吟到这个民进党智库的这个童子贤 他曾经说过 呼吁政府要启动核一核二 所以看出来 现在重启核电 似乎不管蓝绿白 都是往这条路上前进的 所以大家在谈说 那大家解释说 目前在台湾的电力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民进党现在要发展这个 所谓的通宵电厂 要用这个天然气来 来能够马上 在十分钟之内 就能够到满载这样的情况 但是重点来了 重点来是什么 只要台湾的天然气 这个船只 如果进步到台湾的海域以内 你天然气就有可能断碎 之前黄美华讲了 说天然气的存量 目前在台湾是11到12天 大家想一下 这个能源问题 变成国安问题 只要台海发生战争之后 如果我们周边海域被围住了 天然气从国外 运步到台湾来 其实老共就直接等你 国内没有能源 没有天然气 你就没有电 你就会投降 所以侯友宜等于是看到 看到后面的结果 他先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说我们的这个能源问题 不应该影响到国安的议题 让能源这么脆弱 那接下来其实政府 也有推这个七阶 那七阶其实坦白讲 目前大概也只有四阶 是有问题了 这四阶上面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行 包括基隆外木山的四阶 然后台中的扩建的五阶 也遇到环平的挑战 再来基隆小港的期间 当地民众就抗议 所以你现在 你要推这天然气的接收站 根本就没有办法推行 说到底这个就是 台电绝口不跟你提 我们电力有多吃紧 可是他却推出了 所谓的供电快打部队 快打部队又重压天然气 天然气背后又有很多的前提 是你刚刚提到了 我必须每一阶都要能接成功 我必须要确保国安无余 都有源源不绝的海上天然气船 可以靠港可以卸展 问题这些你就要确保 对 相当就有企业家 担心的提出来说 你要这样做可以 那这种像 我跟你说 外来公司七年都会赚钱 那资金也稳定 但如果资金突然 补不上跳票了怎么办 那你跳票顶多公司倒闭 你能源跳掉了 整个国安危机 那是不可以想象的 那我就问你 电不够怎么办呢 政府不是要拼绿能吗 光电拼刺刀 大家过去去花莲看的时候 会学什么 好山好水好风景 现在变成是好山好水好光电 怎么讲 光是这个几个区域 包括像是这个 寿风溪还有花莲溪旁边 这总共加一加 大概就超过600公顷的灶灵计划 这个灶灵不是一般的灶灵 你要把植皮砍掉 拿去种这光电 好讽刺 我以为是要种树 其实是在砍树 是砍树 而且过去民进党说 过去民进党是非常互树的 结果没想到呢 你到花莲去砍树 为了就是要种你这个光电 所以当地民众就抗议说 你怎么都没有跟我们讲一声 我们原本来花莲定居 是希望看到好山好水好美丽 没想到像窗户一打开 全部都是光电 这个风景太讽刺了 现在变成光电板森林了 所以大家据说 花莲变成这样子之后 大家回顾头来看 台南 台南不是赖清德本家吗 做了很多光电的情况 结果像发生 里面狗屁刀召了一大堆 光电的故乡台南 台南这个地方 何止是让温度上升的光电板 居然光电板的下面 这两天的质询内容而已 丢出了震撼袋 里面都买有毒的东西啊 对台南市议员 那个林彦柱 就惊爆说 台南搞光电了 结果把这个国土 都拿来自己 拿来当做私利在使用 怎么讲呢 台南列管的这些 非法的这些掩埋场 其实照理说 你是要罚钱的 只要你被抓到 就是要罚50亿左右 但实际收到的 只有3000多万元 这代表什么意思 你根本罚不到人嘛 所以你罚 你虽然说要罚50亿而已 但你实质收入只有 市政府只有罚到了 只有3000多万元 拿他们门皮条吗 没有皮条啊 公司的给你装饰的装饰 倒闭的倒闭 人跑掉了跑掉 你要怎么罚 重点来了 这些部分的地面呢 其实跟太阳能光电 涉及到一些 非法掩埋的废弃物 包括几个区域啊 台南大家有听过了 本门区雪甲区的一些光电案 再来雪甲区的这个 山庆里周子治疗 还验出六甲个的致癌物质 六甲个是什么样的毒物啊 大家过去有没有看过个电影 叫做这个永不妥协 朱利亚罗伯茲 对对对 他所演出的电影 那这电影呢 主要是说他在一个这个 电力公司上班 他办演里面的一个律师 结果发现呢 哎不对啊 怎么里面找到一些有毒物质 这个有毒物质是会致癌的 所以他从一个单亲妈妈的角色出发 他到律师楼没人瞧得起他 结果他基于保护生命保护孩子 一个一个搜证 一步一步一步 就搬倒了 这个可恶的埋毒的电力集团啊 对结果现在真实的情况 就在台南上演了 这不是电影剧情 这个台南市议员林彦柱爆料出来说 那台南当地也有六甲个这个物质 那这个物质可能会导致民众 这个体内会触发癌细胞的生长 甚至呢 你可能会导致一些皮肤不适的一个情况 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个有毒物质 怎么会在台南这么淳朴的地方 因为你要做光电 导致这个有毒物质渗透在土地里面 民众在使用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就会触动到这个有毒物质 导致致癌 好那大家会问呢 那台南市长黄伟哲呢 你要出来讲个话 黄市长说 依法就办 查到哪里 办到哪里 我们就看 依法就办这四个字 有这么容易吗 在整个光电厂上千个哦 如果按照议员讲的 上面重电 下面在埋毒的话 我就问 你怎么依法就办 背后神鬼交锋 一肚子坏水 你怎么办啊 大家想说 黄伟哲讲的很光勉弹簧 说依法就办 看抓到什么就办什么 但重点是你办得下去吗 我们就看这几个案子 这也是林彦祝爆料了 说过去当徐国勇 这个检论秘书的助理 这个叫徐建林 他现在等于在哪里 他现在等于到台南市政府担任参事 然后短短不到五个月之间 直接只等升级 升到13 14只等 虽然说他有否认出来说 我不是因为这样子才升等 但是大家想说 你这样升等 是不是跟你要安插光电板有关系 为什么有这样的牵连呢 当然就在这个时机点 大家其实很敏感 怎么变成说 你这个安插能力 会跟光电板有关系呢 因为就在这个最近 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原本在台南市 这些公务员 突然一个一个被调职了 包括了哪里 时任台南的金发局长 能源科长 还有包括农业局的 农地管理科长 另外包括地震局的这些科长 通通都被调职了 所以大家就说 那你是不是中央派人下来 来卡光电 另外一个还有个比较悬疑的 是说赖清德的人马 这个赖清德的人马是谁呢 叫做蔡松柏 他也是短短几年之内 从原本的六指等 升到九等七指 坦白讲各位 电视机前面有很多公务员 你要爬到这个值等 你可能要花20年的时间 你才升得上来 结果呢 好像看起来 不知道是没有关系的关系 所以你才能马上升官 然后是为了要卡这光电利益 来帮忙解套 那看起来就是 黄伟哲也犯不了这些人嘛 所以回过头来 今天你要依法就办 你怎么办 今天这个传闻中徐国勇的人 再来跟赖清德有关的人 直接安插下来 三级跳 黄伟哲挡不住吗 好 如果你挡不住的话 你怎么告诉人民 今天 证据到哪里 办到哪里 你怎么依法就办 对哦 前几天我们报新闻也有谈过说 这个立洋人员公司的 这个总裁谷盛慧 大家对他背景可能不太陌生 因为之前他跟IME也有关系嘛 那其他背景呢 其实非常的雄厚 他是小英之友会的副秘书长 也是前行政院的顾问 结果呢 他在这个光电 取得了七股土地 还不乏所得一堆 当时这个立洋的五案提计划书 希望用小二甲的包裹式方式呢 向台南市的进发局来申请 什么是小二甲呢 其实就是农委会修正土地变更要顶 两公顷以上的农地需要送到农委会来审议 那两公顷以下呢 那就完全不用了嘛 所以说你在台南市里面 你当然要安插自己人嘛 所以我就切切切切切切 到两公顷以下 我就化整为零一块一块通过 我就拼出一大块了 对没错 而且重点是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把些人除掉 只要有人挡路 挡了谁的路 挡了古顺辉的光电路 他就要把人家调职 那为什么会调职 因为他背后的背景非常的雄厚 因为我们刚刚知道 他是前行政院的顾问 又是小营之友会的副秘书长 所以坦白讲 话说回来 现在中央安插人下来要搞光电 你黄伟哲虽然说要法办 也要做行政处分 但重点是 你要怎么样能够办得下去 大家还真的不知道 那么多不性嫌疑 这叙子才能不公平 你啦 你怎么不公平 都有了 你不公平